為了讓長輩在地樂活 林口東市市場二樓的 銀髮俱樂部舉行啟用典禮 全新的銀髮俱樂部 擁有五星廚房 可供志工使用 市長侯友宜也特別到場 感謝議員蔡淑君及志工 還有里長們的努力 為了讓長輩在地樂活 林口東市市場二樓 銀髮俱樂部舉行啟用典禮 市長侯友宜特別到場 對於俱樂部落成 特別感謝議員蔡淑君 以五百三十萬元的建議款 協助爭取 在這類環境 如果能夠做到自然的學者 真的要謝謝鄉君 當然更重要要謝謝 我們在地的所有人長幫忙 尤其東南社區發展學會 希望讓我們家在公餐的時候 有更好的環境 尤其這些我們的志工大隊 要去送餐的時候 也能夠更方便 更集中一個點 這邊真的很謝謝大家 跟謝謝市長的關懷 尤其我們把我們的銀髮俱樂部 能夠再度的把它升級一個等級的時候 我想每個志工做起來都是更開心的 把老人家照顧好 是你跟我的責任 謝謝各位 我們現在銀髮俱樂部在我們蘇貞阿姨跟我們市府共同努力之下已經達成了 未來更希望林口有更多我們可以照顧小朋友的空間 照顧我們銀髮空間讓我們一起努力成長學習 全新的三點零銀髮俱樂部擁有五星級的中央廚房 讓生前在社區一直苦無良好場地 卻堅持做共餐送餐的志工們都能夠來到這裡 未來提供東南社區的長輩更好的共餐服務 市長也在現場為長輩們打菜 希望東南社區的志工及長輩 未來共餐送餐更便利 長輩們也能在社區在地樂活 在地安養 以上新聞記者林鄭傑林口採訪報導